最近最HOT的話題就是 馬來西亞總一樣有5G了 為了測試哦 5G在馬來西亞到底是不是真的能用 我在三天前就訂了這張 30塊錢的YES 5G SIM card 今天我就要幫你們測試三個東西 1.30塊錢的SIM card到底能不能用 2.馬來西亞到底哪裡有5G 3.5G比4G到底快多少 Let's go 給你們看看5G SIM card到底是長怎樣的 跟4G SIM card有什麼差別 3.5G SIM card 3.5G SIM card 3.5G SIM card OK 現在我就來到了一個我聽我朋友講 這邊是我5G的地方 開始之前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為什麼這次我會選一張 這樣冷門的YES 5G SIM card 而不是MAXIS,RDG,SELCOM那些 是因為YES目前是政府宣布第一個啟動5G服務的TELCO 其他人暫時還沒有 那我這張YES 5G SIM card我30塊錢就買到了 Unlimited 4G,Unlimited 5G還有Unlimited Core 但是要注意的是它後面這邊是有寫 Unlimited 5G是免費用到明年的4月1號罷了 意思就是說過往明年4月1號 Unlimited 5G是要另外加錢的 然後記得一定要用5G手機才可以用這個5G SIM card 你不好拿一個4G手機跟我講 這麼你用不到5G的OK 這樣目前呢 HONOR啊華為啊 Samsung啊 Apple啊 Xiaomi啊什麼都已經有5G手機了的啦 So我就拿著一台5G手機 一張5G SIM card 分別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做測試 就是KL PUTRAJAYA 還有CYBERJAYA 這三個就是政府目前搶先試跑5G的地方 第一站就是KL Bukit Pintang 這邊就是Lot10的置入口 它只要找到5G 它上面的這個BAR這邊 直接是燒5G的 OK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直接做Speed Test先 根據政府是講啦 5G情況最少都有100MBps啊 OK 現在它的Dollar Speed是598嘛 但是我聽我朋友講 前面是可以到更多的 所以我們去前一點地方看怎樣先 就是Sungai Wang那邊 這邊就應該可以了啦 這邊就是我朋友講的最好線的地方 來吧 果然我的朋友沒有騙我 這邊真的是比較好的 這樣短的距離罷了啊 都有差別哦 接下來測試了就是下載Game的速度 Garena Free Fire 700多MB的 去吧 哦 差別真的很大耶 這個已經Install完了各位 這個還在22GB 然後再私下下載LotsMobile 不了嗎 5G就是5G 然後再測試看4K YouTube影片 各種跳轉 其實哦 在這邊哦 4G跟5G都很順耶 完全沒有卡 證明目前哦 4G用來看YouTube 4K影片哦 已經是完全沒有問題了的 Bookey 頻道我們已經測試完了 800多MBps是很快了的 但是哦 它的道路APP哦 沒有到proc 一下子結束那種 震驚我的那種感覺 不用緊 我們現在去Putra Jaya看一下 走 哦 現在已經來到了Putra Jaya 我後面這邊呢就是Pain Moss 我以為這邊一定是有5G的 結果我該查一下 沒有5G只有4G吧 我們往下走一點 其實Putra Jaya整條路都是有5G的 但你當你實際測試的時候 它只有Run這4G的速度 這樣我剛才找到這個地方是有5G的 這樣我們現在來做Speed Test一下 去吧 上上上 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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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跑馬這樣哦 太曬了眼睛開不到 我們去樹下做 哇 樹下還比較快是怎樣 耶 900多耶 能上一千嗎 能上一千嗎 哎呦 983耶 是目前最高的哦 這個也比剛才高 137 原來樹下才是聖地 其實根據我的經歷來講 在Indoor基本上是沒有5G的 我們必須出到Outdoor 但是樹下其實是算Outdoor OK 這樣你看得出對比了沒有 哇哦 這個差別大了 這個差別太大了 看到嗎 This is the real meaning of 5G 5G 5G實測最後一個地方就是Cyber Jaya OK這邊真的是挺荒涼一下的 而且我們發現哦 它的5G Sport哦 是比Putra Jaya少一點的哦 就是我們兜兜兜兜兜 真的我們要用兜的啊 才找到5G的地方 這樣這個十字路口是我們成功找到的 現在我就試給你們看 到底Cyber Jaya可以run到多少MBBS咧 不差啊 其實六七百是很好了的 六七百是很好 我覺得我可以往前一點嗎 我真的是覺得前面可以更快一點 因為哦 5G哦 真的是差一點點地方哦 就差很遠了 證明馬來西亞目前5G的覆蓋率還不夠多 真的是它是很Sporty的 分散分散好幾個地方 來這個位置 Ju Sun 它可以上到1000的 那 啊 有有 867 欸我走幾步路過來罷了齁 然後5L得liner也快呀 這是現階段 因為現在馬來西亞還在run這 非常類似一起的階段 我們要等 現在目前只是一個搶先試驗5G的一個階段 所以大家先不要包這樣大的 希望就是它到處不是 它真是很Sporty的 對 但是啊至少你再能用到5G的時候啊 就會給你輪囉一生了 好 可以总结一下 其实我想讲 马来西亚5G真的是可以用了 目前我就去了三个地方 网速最快的地方 就是Butra Jaya 900多Mbps 那网速最慢的地方就是这里 Cyber Jaya只有700多 但是其实这个不重要 因为5G已经快过4G 超过10倍都有了 就是说无论你下载Apps 你看戏 你Test Download 都是很顺的那个感觉 但可惜的是 这次我没有机会看到 可以上到1Gbps这样夸张 而且记得我那时候 在朗高一看的时候 是1.3Gbps的最快 但是那时候是比较极致的情况 现在我真的是 热肠会经过的地方 反正总结就是一张5G SIM卡 加一台5G手机 你们就可以用到5G了 但是要理性跟你们讲 你们不一定要买YES的 也不用急着买 没有错啦 YES是第一个推出5G的Telco 但是未来陆陆续续 还有别的Telco 会有5G的服务吗 而且现在马来西亚 这样少地方有5G 只有雪龙区罢 所以你们不用急着买 但是你们可以开始准备5G手机 马来西亚现在最便宜 少过一千块 就可以买到一台5G手机了 所以你们可以先去慢慢选准备 买到来 5G就整的就来了 OK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你们接下来想要看 更多关于5G的实测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就去拍 OK 大家再见 拜拜